热情的表演让敬老院变热闹了 这一天因为有慈祭志工 笑声也涌了 热力地欢迎我们慈祭慈善基金会 对我们护理院老人的关心 平时也平常在我们护理院做一些活动 农历过年快到了 天气又冷又湿 志工的脚步不止在敬老院 也来到市区 朱春宏拉着江苏省南通市的志工 走进他工作的宾馆 做起整理房屋 他十分认真 因此工作很稳定 但回首2013年时 他的丈夫公婆相继往生 由他照顾着女儿 人生低潮时志工伸出援手 我们开始去都是情绪非常低落 但是我们走的时候 朱春宏都是非常开开心境地送我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每去一次朱春宏的变化 如今他已经自立提出终止资助的申请 世界很大 需要帮助的人更多 比我困难的人更多 我就把这般爱在书村分给其他人 停止资助 关怀依旧 朱春宏也将跟着志工的脚步去付出 人生翻转为手心向下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陈昌明 江苏报道 请不吝点资助 请不吝点资助